什么是恩宠 恩宠是天主 为使我们得救而赋予我们的礼物 没有恩宠 我们的生命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恩宠非常重要 有不同种类的恩宠 其中最重要的是 圣化性恩宠 它在我们灵魂内 有转化的能力 使我们成为真正天主的孩子 圣化恩宠的转化能力 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理解 例如 坚强灵魂 它像一种菠菜 有了它 我们现在 真的能完成天主的工作 或使灵魂的饰品 使其成为相称于天主的宫殿 另一个比较恰当的 关于恩宠的比喻就是光 借着恩宠之光 我们能够看到 并认出我们的宗相 天主 这光在我们内闪耀的月明亮 我们就能更好地辨别走向它的道路 所有的十字路口 路上的岔口和困难 作为圣化恩宠的比喻 光也是圣洗的主题 灵洗时 我们第一次领受圣化恩宠 从复活蜡烛上点燃的灵洗蜡烛 是再合适不过的标记了 我们领受基督的光 应该在我们心里保存并滋养它 圣化恩宠能够增长 或是因为罪而丧失 丧失恩宠的人 可以通过悔改 皈依和和好圣事 重新使恩宠之光复燃 我们在天主内的生命 完全离不开圣化恩宠 通过它 我们才能真正被称为天主的孩子 并成为圣神的宫殿 并且借着圣神 我们分享天主圣三的生命 还有其他类型的恩宠 例如现实圣宠 或是助力圣宠 圣化恩宠使我们成为天主的孩子 现实恩宠帮助我们 像天主的孩子一样生活 现实恩宠帮助我们 并协同我们的行动 这样我们行善时才能成功 它开到我们的理智 感动我们的意志 好让我们弃恶重散 与我们生命中 这两种最重要的恩宠一起 还有其他的恩宠 如神恩 或是外在的恩宠 如遇到好人 甚至于领受物质的恩惠 所有这些的恩宠都是礼物 是天主为了我们得救 而分尸给我们的